你好,鍾美真伯威,大家好 這部片播出是9月11日的黃昏 大家好 這次想跟大家說說台灣或者日本的問題 我做節目這刻9月9日就看到 有些軍艦闖入中國南海挑機 中國其實在過去這年多已經做了很多軍演 究竟過了9月11日之後會不會動手呢? 其實我就不知道 我之前說過 我說在國慶前應該要動手 這些 還有19天,過了今天之後還有19天 大陸會不會出手呢? 不知道 不過如果大陸搞定了台灣之後 日本的形勢又會怎樣呢? 這次就會討論這些事情 OK,我們先進正題 請大家訂閱何志剛又壽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以及按鈴鐺 也請你們每天的12點和8點 看看哪些片出,逢星期五、六 就是黃昏6點出片的 大家留意吧 那我們就進正題了 其實呢 其實呢 塔利班呢 我們這個星期就收到消息 當然就是說 他最後的叛軍在潘杰希爾 那個省裡的叛亂已經包圍了 搞定了 有一個副總統和馬蘇德的兒子 這些人呢 現在究竟是不是在阿富汗境內有不同的說法 我估計的機會比較大 但是阿富汗就統一了這個國家 那A可哲 昨天 9月10日的時候我們出街 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伊斯蘭會有一個大團結 這個大團結對美國的霸權很大的威脅 OK 那麼 看來呢 這個 埃及啊 土耳其這些呢 全部都開始傾向中國和俄羅斯 其實這個形勢上呢 長遠呢 整個歐亞大陸都會成為一體 因為在歐洲來說呢 他沒有軍事力量 那麼我估計呢 德國發覺這些呢 只要跟俄羅斯談妥了 大家就 接駁油管啊 接駁一些事情搞清楚之後呢 大家就可以保持和平了 中間緩衝的那些國家呢 德國發覺呢 如果你再搞事的話就拋棄它 所以呢 其實大局勢來說呢 可以說歐洲 中國 或者伊斯蘭的勢力 和俄羅斯呢 將會在東半球和平大統一 美國的霸權是萎縮的 美國其實最近的形勢來說是不好的 因為呢 其實呢 可以說呢 他們玩與病毒共存的話呢 經常都是說 一天呢 要是十幾 要是二十萬隻 新增確診 有時候見到低一點啦 幾萬隻也好 但是 那些數字真的不行 因為美國剛剛踏入四千萬 或者個個案 其實你看下去 你美國面對著三大問題 是吧 債多二十九萬億美金的債 是吧 通脹高 八月的數字呢 我這一刻還沒收到 看來也不方好的 那接著呢 這三高問題呢 美國隨時爆血管死人的 但是不知道 是不是現在發生了 所以呢 美國在疫情裡面 很多的文章告訴我們 就是說 在這段時間 美國 歐洲 和東南亞 是進一步 依賴中國 就是說呢 你如果跟中國打了台灣呢 你都不敢跟中國翻臉 因為 每個國家都是 疫情都是 被Delta搞得不生不死 生產出問題 唯有更依賴中國 這個就是實質的情況 是吧 所以呢 沒有的 就說大約的形勢 打不打台灣 不只是一個 這樣喊 有一個呢 台灣島內的一個 的 時事評論員 叫唐湘龍 他在四月的時候說 2021年呢 是對台武統的元年 那麼他就不敢說得那麼實 那麼就說 2021呢 做完準備呢 最遲 就2022啊 或者再遲些 但是 他這樣寫呢 2021 那麼基本上 他提示呢 就是今年會打 現在的形勢上呢 的確呢 是美國這樣呢 五露七霜的話 大陸是很多機會的了 我只是說回事實而已 唐湘龍就說 打台灣呢 用什麼策略呢 先打了 金門馬祖先 金門馬祖 一個就在 這個廈門附近 一個在廈門附近 一個在福州附近 金門馬祖 金門馬祖 拿了之後呢 這個呢 澎湖就會先拿 這個是澎湖列島 拿完這些之後呢 當然啦 在南海裡面的太平島 一定拿 接著就解放軍呢 繞過去 就由巴士海峽呢 或者宮古海峽呢 在這些台灣的東面登陸 譬如說花蓮啊 屏東啊 宜蘭啊 台東這些地方登陸 其實他這樣說呢 其實我覺得可能性都幾高 那我們拭目以待了 但是 台灣島內的勢力呢 我就覺得很討厭的 譬如說 國民黨選主席 見幾個廢柴站站在那裡 什麼江啟臣啊 朱立倫這些 朱立倫呢 人家問他 喂 國民黨黨光環要統一的嘛 那你現在想怎樣呢 噢 那他就 死都說 什麼一中國表啊 吳譚拱一啊 講完完呢 又是一些過氣的 馬英九講的那些 就是不統不獨不武的那一類 那其實就 現在的形勢上來說呢 中共呢 已經不會再對這些台灣勢力 有任何寄望 所以呢 可以說 時間到今年 中國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 拿回聯合國裏面的 代表權 即是常任理事國呢 是在1971年的 十月 今年是第五十年 而 台獨猖狂的年份呢 是1996年 那 即是說呢 這個台灣問題呢 纏繞了呢 我們中國呢 已經呢 五十... 七十幾年呢 但是 共產黨呢 在拿回聯合國的位置之後 面對台灣問題 都拖了五十年 我覺得時間真的差不多了 不過不說那麼多了 我覺得國民黨的人呢 很醜 不說那麼多了 那我呢 其實呢 想跟大家說說呢 這個 這個 日本那邊 日本那邊呢 其實現在呢 是 聲亡最高 可以做 這個 這個 首相的人呢 就是呢 河野太郎 河野太郎呢 其實呢 日本呢 其實這個結構很複雜的 那 我都說了 因為 這個菅義偉 在我上個星期說說 他 是 不鬼選 不鬼選 那個 的 首相嘛 9月3日這樣宣稱 你看到的情況就是 日本 將會出一個人 代替菅義偉 因為菅義偉呢 他任來呢 他就說呢 要配合 美國 要支援台灣 又成 做到樣子呢 就好像一隻美國走狗那樣 就要跟中國作對了 其實 局勢發展到一個地步 菅義偉呢 繼續 去做 這個 首相呢 就是說呢 大陸是一定不會 採日本 所以在這個 重要的關頭啊 他的 首相任期 去到 這個 9月29日 那 所以其實 各 即 自民黨裡面 是有很多派閥的 自民黨裡面呢 其實有七大派閥 那 我們叫派閥 就是黨內有黨 黨內有派的 那 這些的 派閥來講呢 其實最主要呢 就是 頭可四五個而已 尾可兩個 就是二打六來的啦 那 我會告訴你 就是 那些派閥 我會想著 喂 就是 叫 這個 菅義偉 去做 首相 就因為呢 東京奧運 是一隻 那 安倍晉三呢 就覺得 喂 我去什麼 我如果 繼續做首相的話 面對東京奧運呢 肯定樣樣樣 衰衰的 既然是這麼樣 衰的話呢 不如就是說 我剛剛 安倍 在2020年的8月尾 我成為呢 日本任 日本二戰之後呢 最 在任最長時間的 手相八年零幾 不知道多少個日啦 那已經 拿夠醜了 他認為自己已經拿夠醜的時候呢 他就立刻辭職 將位置推給菅義偉 菅義偉呢 基本上呢 就是第四大派閥至稅會 就是二階派 二階進博 的 推薦的人 來的 其實 自民黨裡面的派閥呢 彼此之間的關係呢 又不是敵對得很厲害 就是大家呢 又可以有得談 又可以做朋友 但是呢 大家又陰陰濕濕地呢 又會互相爭奪 這樣 基本上呢 安倍晉三呢 就在第一大派 清和會裡面呢 做老大 就是安倍晉三 然後呢 第一大派 清和會呢 就是安倍晉三 實質上最惡的 就是安倍晉三 然後呢 第二大派佛呢 就叫麻生太郎 是最大的 就是叫麻生派 叫子宮會 其實這兩派呢 基本上呢 甚至控制了 第三大派是呢 要做平成研究會 平成研究會呢 就叫足下派 其實基本上呢 就因為安倍和麻生戒囊 結盟了 霸佔了整個黨之後呢 平成 即是三大派佛呢 這裏差不多呢 近二百個 國會議員的勢力 眾議院的勢力 結合在一起 結合在一起 基本上呢 就壟斷了整個黨的 所以呢 那所以呢 這三大派佛 合在一起 所以長時間呢 就撐了安倍晉三 做了八年啦 安倍晉三不肯做 那三大派都不派人 免費事呢 這一年要搞東京奧運 糟糕 後來呢 二階進博就 堆了一個 奸議委 去做 這個的 手上做完一年了 東京奧運完了 背了所有獲 他們就 決定呢 就炒 這個奸議委 用完即棄了 過測橋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形勢上呢 因為呢 這個 麻生派系裡面 麻生其實都挺老的了 都80歲人的了 麻生太郎裡面呢 他們那個派系叫做志工會 志工會呢 其實就有一個 挺重要的人物 河野楊平 和剛才提過的 他的兒子 河野太郎 所以呢 其實志工會呢 有一個 很有聲望的人 河野太郎呢 現在 就想做手上 但是呢 因為呢 河野太郎呢 在日本社會裡面 好像特朗普那種人 很喜歡用 推特那些 那些呢 其實很多人呢 喜歡看他 說話 他基本上呢 他做一個政治人物 可以來 他有點像一個網紅 像一個KOL 那樣 很多支持粉絲 那他的政治能量呢 其實比安倍晉三 或者麻生太郎更強的 所以麻生太郎 其實就現在呢 沒有表態呢 支持河野太郎呢 去做手上的 現在我這樣提 那樣 現在的情況將會怎麼樣 好大機會 很大機會 河野太郎呢 是可以成為手上 但是呢 由於呢 河野太郎的政治能量太強呢 他是有可能 將麻生太郎推倒的 麻生太郎推倒的話呢 就直接威脅了安倍 因為安倍晉三的力量呢 和麻生太郎呢 是結合了的嘛 如果萬一麻生太郎呢 被了河野太郎推翻了的話呢 安倍整股勢力 就不再穩陣了 變成了 安倍和麻生太郎呢 全部被人推 unto退休 這個形勢真的 Grammy 但是問題就是 喂 他們走向事情發佳 他們 allergy三大派佛 一直去合作 找一個最有政治声望的人 去做手上是很合理的 如果河野太郎带领自民党去参选 10月去选大选、选众议院 那河野太郎应该是很稳固 会令自民党可以继续大胜 继续做执政党 但如果万一安倍和麻生太郎记财 弄死了河野太郎 这个人叫河野太郎 弄死了网红政治人物 如果弄死了 自民党未必有能力可以赢到大选 所以现在安倍晋三红麻生太郎就天人交战 究竟犧牲自己的利益 承传自己的党 推河野太郎继续去选 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我弄死了河野太郎 我不让他出头 但是 但是党输就输了 输了都是我们最恶 我安倍晋三红麻生太郎 仍然是做在野党最大的 都叫做最大 就是这样 在矛盾之中 究竟会怎么发展呢 妙的妙在 河野太郎的父亲 河野洋平 曾经是志工会的 回将 河野洋平是很出名的 是一个亲华派 所以局势 就是很特别了 河野太郎 其实基本上 他的行为和动作 就说自己很幼的 很反华的 其实在日本的政治形势来说 如果你太亲华 是会突然间死了 突然间有事 或者无端端被东京 拖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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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野太郎 是为了保命 一定是做得很幼 反正安倍晋三 都是幼的 就是反华的 就是最近 在拜登一上台 整个自民党都转了 是很反华 但是我有一点想的 就是 如果河野太郎 做了 日本首相 而 大陆又打了台湾的话 会不会 他的真性情 河野太郎 就和他父亲一样 是一个亲华派呢 会不会 日本真的会出了一个手相 有勇气 去反美呢 其实形势上来说 我都说过 如果大陆打了台湾 完成了统一之后 日本呢 所有的 入中东的出路 都被中国控制 南海啊 台湾啊 巴士海峡 这些全部都被中国控制的话 日本呢 其实呢 再反华 的政治能量 就已经没有了 如果是 日本再出现了一个 亲华的手相 美国会不会直接失去日本呢 其实呢 美国在日本呢 其实都做尽坏事的 美国在日本驻军呢 尊强奸少女 还要是未成年 又或者是 有个特首厅去 去控制这个 日本的政客不准亲话 各样各样 其实日本人 你猜 你猜 你猜很狡猾吗 即是 现在这个位 是历史的选择 日本 会不会出现一个亲华的手相呢 河野太郎呢 就有些机会 是会变成亲华的 但是河野太郎 太郎以外的人呢 全部都是美狗的 什么高市祖苗啊 什么什么什么 或者石破茂 会不会啊 就是 类似类似啊 安倍军心决定啊 和自己那个 宿敌啊 石破茂合作 支持石破茂上去 大家都做美狗去反华呢 日本还需不需要反华呢 如果 台湾给大陆搞定了之后 各样各样的局势很妙的 看看将来怎么发展 那哈 说成这样吧 先说成这样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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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